什么狗不掉毛没体位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 希望去养一个小动物去陪伴自己 或者是陪伴自己的孩子 这个出发点都非常好 但是现在的一个就是生活的压力 或者是社会的压力 又会使得没有过多的时间 能够陪伴小动物 或者把它们打理的很好 如果我们可以去饲养一个 比较方便打理的小狗 就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那么想想看 异于方便打理的小狗 首当其宋的是谁 贵宾一类 为什么 因为贵宾一类 他们天生是不掉毛的 几乎不掉毛的 然后这时候的他们的体位 如果我们一周能做到一次洗澡 也几乎没有体位 这一说 并且他们一个活力也是非常的旺盛 他们粘人的一个感觉也非常的棒 所以贵宾是非常适合家养的一个 不会掉毛 体位非常少的一类 勾勾 当然措施以外 笔熊也是很适合去饲养的 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近亲 比如像贵宾也都非常相像 他们的掉毛都是非常的少 然后他们的体位 在正常去梳理毛发 或者是清洁 身体以后也不太会有 但是他们的饲养要求更高一点 因为他们对毛发的要求更高 他们的一个面部经常容易 因为沾水之后就开始出现发黄 所以他们不管是吃饭饮食都要比较上心和讲究 所以这两类小狗都是非常推荐的 家人人不会掉毛 没有什么体味的 小贴室 可以选择饲养贵宾 贵宾几乎是不掉毛的 至于体位定期洗澡几乎也没有 另外也可以饲养笔熊 笔熊的掉毛也是比较少的 总之家里想要羊宠物狗 满足这两点的 可以选择这两种狗